從經濟到大戰略 還有呢宣示主權 好 我們接下來呢 導播給我下一張 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最近呢 發生了這件事情 在仁愛礁坐貪24年的 這個馬德雷3號 那最近呢 中國大陸開設水炮驅離 為什麼呢 因為菲律賓有船隻要接近 我們來看一下 各方說法不一 好 海警船噴了水炮 等一下我們也請舰長 幫我們分析喔 海警船噴水炮 通常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會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先看美國說 我們絕對是跟菲律賓 站在一起的喔 中國你們這樣子做 你就是干擾了菲律賓 合法行駛公海航行自由 怎麼可以不讓船過去呢 好 那菲律賓認為 我們現在是 堅定的捍衛人愛礁 而且呢 我們要召見我們的中國大使 因為我們的船開不進去 但是中國說 你們現在啊 你不是只有補給 你還給我偷運建材 難道你想把這一艘 坐灘的馬德雷三號 再把他偷偷的修補改建嗎 那中國的國防部認為 我們才是堅定的維護國家主權 那外交部 中國外交部分析 他說啊 仁愛礁就是南沙群島的一部分 所以呢 也督促菲律賓 你趕快把你們坐灘的 那一艘破船給拖走吧 中國的駐菲大使呢 黃錫煉被召見 召見之後 他也明白的表示了 好 中國態度 又是因為你們菲律賓啊 不顧中方一再的勸阻 所以我們中方不得不做出必要反應 這個反應就是水炮驅離 但是呢 其實有看到很多的這個角度 不同角度來看 其實啊 中國的這個水炮距離啊 距離菲律賓這個補給船 其實還有蠻遠的一段距離 他不是直接真的把他射翻 建長 他這個我看網路上的時候啊 他是說 他的船比較快嘛 就是中國大陸船比較快 然後我知道你這船要過來 他先在那前面發射很大的水炮 對 就是我們畫面當中看到那個 對 他不是直接噴他 就你不要再過來 那當然你要再過來 你我也不可能再讓他過去 這是一個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 南海礁這個事情喔 搞得真是大家都覺得下不了台 如果我是菲律賓當初的決策 你去想想看 大家這個觀眾朋友 你去想看 如果你是菲律賓的決策 當初底下的人跟你建議說 我們挺一個破爛船 撞上去擱淺 然後我們就說 這樣子就是我們的了 你會怎麼回應他 我告訴你我會怎麼回應他 我第一個會問他 你這樣子能不能夠成功 也就是說你站上去之後 中國大陸就承認 這是你們菲律賓的 我就從此再也不理你 能不能成功 可以成功 你試著去做 如果根本不可能 那你再接著我再問你第二個 這個手段是一個下散濫手段 還是一個很高尚的 很精采 漂亮的手段 我覺得是一個 根本是一個下散濫手段 那第三個 我再問你 我們菲律賓的國格是什麼 別人怎麼看我們 搞個這麼破破爛爛爛的 海上垃圾站在那裡 扒站了這麼久 第四個我再問你 1999年到今天已經 將近快25年了 你已經在這扒站25年了 你為什麼從來沒有辦法建設起來呢 25年還不夠嗎 那一種就是你沒有能力 你根本沒有辦法填海造島 這是一個你沒有能力嘛 那你為什麼不做 第二個 你不敢 你也知道你一開始造了之後 就會可能已經跟他們 那你一開始 你就不應該這樣去做這個 沒有格的事情 所以現在射水泡會不會未來 如果還有更大動作的話 其實大陸的海警船 可能還會有更強烈的反制 第一 我先這樣子預測 這個船一定會把它拖走 不可能這樣子擺在那裡 可是一拖就散了 一拖就散了 散了也把它給弄走 你看那個結構圖嘛 會散的啦 而且裡面的油料 重油會污染 我覺得它應該一定 會把這個問題解決 不是像這樣子塵下去 你只要派像海報一樣的突擊上去 把人綁架回中國大陸 再來談人質 對不對 這個可以做得到 那幾個兵沒有用的嘛 它不可能這樣子下去的 你知道嗎 那我問你 你是菲律賓的角色 你現在能不能告訴我 你的解方 如果你都沒有 那你也有很多東西 顧忌擺在那裡 難堪 其實我有看到 今天一個消息 其實他們要幹嘛 你知道嗎 因為那些人困在上面 生活很苦的 環境不好 所以他們想要人員補給 人家想回家了 要換另外一批人上去 對 這個是 中國大陸目前的政策 是不讓你補給 讓你生活很苦 又餓又窮 讓你自己放棄 所以他才會想到要換人 其實這個做法 我剛剛就已經講了 你去拖它變成閃掉了 而且在打國際關係 認知作戰裡面 我覺得他們海軍那個張進 講得很好 你要認為你是個軍艦 你必須要有 在你 要可以動 菲律賓的海軍總部裡面有 馬特維特號 是我的軍艦 你已經放棄了 這個船已經放棄了 第二個軍艦的定義要有艦長 要有副長 那要像個艦對不對 那這些都沒有你就是一個 就那個破爛的海難事件的一個東西 對海難事件的東西要處理 有國際的規則怎麼處理 人道處理 什麼救援處理 你想他去用艦材去補 補不起來 那個船 我看了全身千瘡百孔 秀的那個幾十年 海上二十四 二十五年 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用自己的 特勤部隊晚上上去 這幾個兵沒有什麼戰力的 弄回去中國大陸大再來談 你的戰俘我怎麼處理 這個沒有什麼好講的 因為這個是擺爛的招數 擺爛的招數只有大刀闊斧去解決 你跟他擺爛擺下去 你看美國又在放話了 我的航空母艦要來協助 菲律賓的這個防務什麼的 那問題是說你航母來敢不敢 跟中國大陸硬碰一下呢 也不碰 所以他就繼續擺爛下去 大陸也只是海警船 你美國出航母出來嗎 你不用我講的那個招 你就一直擺爛下去 對 所以我們等著看 時間的問題 現在就在等待一個時機了 但是最近我們看到了很多 包含戰術的部分 空中也好 陸地上也好 還有海上 現在都朝著無人的方向 來有這種新的戰術 艦長南海的萬山群島的水域 我們看到了有很多小艘的 很像是小快艇 無人艇 據說這是中國大陸 現在最新的一個叫做 群殺 殺群 殺群戰術 因為他們一艘一艘 真的很像鯊魚這樣子出巡 中國56艘的無人艇 現在展開了多艇協同的 一個技術測試 就像是組成這個殺群一樣 未來如果有這個艦艇出現 他們跑得很快 可以圍攻這個敵艦 他這個就是未來戰場的必然的趨勢 就是第一無人 就是以後都是無人的 第二AI控制 你看這個不可能是 有一個人在那控制所有的船 基本上他們自己都有一個城市 在底下控制他們自己 這是一個未來戰場必然這樣子 其實包含我們台灣這裡 有時候你在講防衛的時候 你真的開始要有一些 這些新的思想 這個全世界有一個 不太相信這些小東西的 這個國家是誰 美國 美國從來沒有發展過飛彈快艇 你去查美國的海軍 他從來沒有飛彈快艇 他不相信這些小東西 那我們台灣的基本上是美制 我們跟他們思想是一致的 所以像上一次 李啟明提出來小的時候 被罵了一個臭頭 大家都認為這些小的東西 怎麼可以呢 這實在太留人了 我覺得這個東西要慢慢去改 我只說未來的所有的這些東西 都是越來越小 因為小它就便宜嘛 所以就越來越多 因為多了以後 它可以到得很近 就越來越準 未來都是這個樣子的 那現在你可以看到 所有的講到台海的防衛戰略 大致上還是不拖兩棲登陸 兩棲作戰 我可以告訴你 在我的感覺 未來就是這些小啊 多啊 這些小的東西 來攻擊你的這些 所謂的港口 機場 它不會再去 像是兩棲登陸 實在太困難了 它要過來就是一個 直接空中就過來叫跨海 不是渡海 我等一下就是要再來講一個小的 導播你可以幫我換下一張嗎 我們也請將軍報復湊 我想把這個問題再談一下 因為還有一個小的 你看 有這種無人潛艇 小魔鬼魚 另外一種 因為他講的這個 就是我們早年講的飛潛快 飛彈快艇 其實飛彈快艇的前身就有 二次大戰叫做魚雷快艇 該來的總統就是艇長嘛 就是用這個小的去搏大的 但是我對這個東西啊 中國大陸並不是拿來做 對抗美國的這個大型軍艦 為什麼呢 你裸露在水面也有17公尺長 裡面裝滿了燃料 美國的禁迫防禦那個快炮 打這個是跟吃豆腐一樣 來多少打多少 他為什麼要做呢 因為在南海這麼多 填沙造島的島嶼啊 他也不可能天天帶了052 055到這邊來防衛嘛 而這些小島嶼有誰來呢 美國不會來去佔這個島嶼嗎 會防止誰呢 越南 越南一直在搞我們的小島嶼 當年的敦遷島啊 南沙啊 這個他都是在搞 你知道越南還跟中國大陸 搞過一次海戰你知道嗎 老講還把這個航道放開 讓中國大陸的這個快艇下去 跟越南搞一仗你知道嗎 西沙海戰 對 我們的海軍也 張江艦也吃過 中國大陸這種小艇的虧啊 這個小的是只能對 沒有那種禁迫防禦的船 它有效果 所以他放在南海呢 就不需要動員這麼多 大的軍艦去護航 每一個小島嶼裡面 放點這個玩意啊 你很多 不是 有的沒的船 你想來就很麻煩 他用最小的投資嘛 真的 這是像鯊魚一樣 對 說去幾條 但是這個魔鬼魚就比較麻煩 算是查打一體的這種 對 這個東西啊 你不好找 我剛剛講水面跟水下是不一樣 對 對 對 水上的那個艦炮速度很快 快炮 煉炮都可以把你幹掉 這個東西你看不到他 他在水底下 他蹲哪裡呢 老公有一句話叫趴污 那個雞要生蛋的時候 他可以趴到水下1000公尺 你就偵測不到了 他可以偵測到你上面船過去 你上面船過去他就出來了 就等於是講這個高級的魚雷一樣 何況他有動力啊 魚雷有個缺點 那個水雷有個缺點是沒有動力嘛 但是這個玩意有動力了 他可以追蹤你一段時間 我們這個所有軍艦的反潛設備 就對自己垂直下面 就是一個盲點 你知道以前你看過電影嗎 那個潛艦為了逃生 他躲在那個人家軍艦的下面 跟你同步進行 對 對不對 一樣的道理 所以這種都是 這種武器的發明 還有個缺陷就是說 你要有智慧 要有運用的巧妙 要有地形的幫忙 因為台灣海峽擺這個沒有用啊 台灣還要水潛啊 一看就看到了 但是他一定是在 像巴士海峽 據說是可以打航母未來目標 對 海峽 你必經的路線上 因為它不可能走太久 也不可能走太遠 對不對 航母的速度很快 航母可以走到30節 你追都追不上啊 所以他有他的先天限制 就是說這個地方 你飛從這邊過 我擺上一排 總有一發逮到你 這種就看戰術運用 地形 還有敵人的這個作戰企圖 這三方面都搞清楚了 這個武器就有用 如果中間缺一項 它就沒有用 所以看起來很炫 但是就是說它可能會使用到 但是不是決定性效果 對 但是如果一條這個無人潛力魔鬼魚 但是如果它有100條1000條 它的威力就會很大了 而且它雖然說小 但是未來我相信 如果以中國速度的研發 因為它那麼小有問題嘛 第一個問題就是 它能夠續航多久 據說它如果水下平常的時候 趴窩不要動滑翔60天 如果它可能上上下下 暫時可能就是30天的時間了 好 但還有就是它那麼小 吸彈量 這個火藥能夠造成 什麼樣的一個威力 好 雖然講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是實際上 它還真的在南海有實測 據說它未來的目標 水下伏擊 所有的船艦包含了航母 那其實美國也有 美國的海豹部隊 他們要出去執行任務的時候 有時候也是要藏在水下的 像是這種特種作戰的微型潛艇 據說這個是最新的 有人把它封為海豹部隊的滲透利器 因為它可以由核潛艇來攜帶 然後到了快要接近你的目標的時候 它把它放下去 那裡面它完全是一個 乾式的密封的設計 它如果要潛到港口 要去哪裡埋地雷 要破壞你的船隻 在海底下 就像電影演的一樣 你不會發現 那以前當然也有 但以前是失事的 就是什麼 就下面這一張你看到嗎 它也是有一個潛艇帶著它走 但是它是暴露在海裡面 就是你要穿著全身的潛水衣 只是有個動力來帶著你走 失事的SDV 所以現在其實 美國的這種微型潛艦 也是不斷的在 在做一個改良進步嗎 船長 這個的微型潛艦 跟剛剛中國大陸那個魔鬼魚 是完全兩個東西 魔鬼魚是一個攻擊的武器 偵測的 真打一體的水下的 好不好 這個東西就是一個微型潛艦 帶你走的 那它我看了一下 水下登陸艇 水下登陸艇 這樣講解釋就很清楚 它可以帶八個人 它帶的裝備也是有限的 那我請問你 它能做什麼事 你去想 在未來戰場做什麼事 如果它今天要上了 再偷偷摸摸的 在敵人的背後上岸去 破壞一個什麼東西的話 載著海報摸上岸 摸上岸 然後去做一個什麼特工 第一個 它們能帶什麼樣的武器 那個破壞力非常有限 這是一個 第二個 它可能能夠去綁架一些人質 綁架一些重要人質 也有人在保護 它這個真的是標準的 惡戰的一個思維 那我再說一個 通常你說這個東西 它的效益 就像我剛剛說的 破壞是有限的 綁架人是或許可以 接著你要去問 它成本大不大 它的成本要有一艘 專門的核子潛艦 掛在上面帶著它走 然後第一個 核子潛艦原來是多流線型的 你掛了一個大家火 在這上面 流線破壞了 當你破壞 你總之它的聲音就不一樣 它會製造出一些 以前它沒有的噪音 第二個 它速度會影響 這麼高價的東西 你叫它去做一個 這麼低價的一個效果 如果說我這樣講 今天同樣是一個破壞的任務 我寧可找一艘雨衣船 到了岸邊 喀一下放個這個100架 200架的無人機 各大1公斤的炸藥 你炸什麼就貼著地過去 就AI公司 那個輕而易舉 就是現在已經有很容易 很便宜 更精準的方法 可以達成你這個破壞的任務 只有一個我想半天是做不到的 對 那這個是用它做什麼呢 我現在就綁架沒辦法 這個我講 這個不是什麼新的構想 伊勢大戰具有類似的東西 它是幹嘛呢 它潛到人家港裡面 帶著那個水雷 那個定時的那個雷 像地雷一樣 吸在人家那個軍艦的 那個池水線下面 然後再偷偷出來 伊勢大戰對這個玩意 已經有防護了 港口下面有鋼欄 有個網 你突破過去 但是這個東西呢 它會發展個一兩條 幹嘛 執行秘密的特戰任務 譬如說接送這個 人家的情報人員回來 以前我們也幹過這種事 我們是用橡皮挺了 沒那麼豪華 它這個就是說 你去執行特種任務 特種秘密任務 有一個比較不要在海水裡面 動的一個發抖 要戴一個氧氣面罩 它可以安安靜靜就上岸了 接到它自己要的人回來 或者是偷竊的什麼東西回來 那這種它不會大量生產 它一定是說 針對自己的秘密任務 而發展的東西 我講嘛 就水下登陸艇一樣嘛 它就可以到任何一個地點 它把人送上去 所以這幾款呢 你要大西洋很多海水是很冷的 對 都不是新的東西 但是就是執行一些 特殊的秘密任務用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最近活力很猛 殲20四次逼退外機 這是截圖出來的飛行員 明白左極轉右極轉 我是中國空軍 請你立即離開 據說大家看到 殲20這樣子在空中 這種實戰的飛行的速度 應該是換了窩散十五的心臟 那最近還有一個消息就是說 殲20的這個娘家 成功的被併購了 陳飛集團 那麼中國航電廁就併購 花了174億的人民幣 蔡委員 其實陳飛集團也是 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底下的一支 就是成都飛機製造公司 然後這種公司的成長 通常都隨著它的 技術的發展會不斷的去併購 那像中國航電啊車啊等等的 都會啦 其實它集團很龐大 它有什麼人的材料製造 它公司很多 但是都是由這種集團公司的 這運作控制法 現在中國大陸 把它的國營事業改成 這種西方式的集團控制公司 改制坦白講 運作管理都相當的成功 那這個中國這個飛機工業公司啊 那底下的這些 也都是這樣的運作 170億 174億人民幣的變購案 在目前中國不算什麼大案子啦 大概幾乎每個印郎都在運作 所以沒什麼特別的 但這個代表的殲20的這個製造的母廠啊 成都啊 這個飛機設計製造公司啊 一個快速的發展 因為它已經做到了第五代啦 然後這個窩膳十五啊等等 都做得很不錯 國際上的評價也是很好 雖然說在實戰上還沒有看到 因為並沒有真的有實戰的一個機會嘛 但這個央視所發布的這個視頻啊 大家判斷啊 被它警告離開了 應該是在南海的美軍的飛機 看那個形樣應該是美軍的飛機 美軍飛機來幹嘛 對不對 因為它級數比它低很多嘛 這個是一個第五代的逆終戰機 它在不管是在最近的這個長春航展啊 或者是在各地方的表現啊 已經逐漸露出頭角 跟那個美國的F-35相較之下 似乎是伯仲之間啊 很難講誰比較高 誰比較低 它還是有一個短板 因為美軍的這個推動的這個火箭馬達 就是飛機的這個涡輪的涡金 比老共好 那老共怎麼辦呢 他是用雙兩個涡金 你知道才能推到18.5噸的這個推力 就趕上了超越這個美國的F-22 稍微超越一點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美國的引進飛行小時 都可以維持到8000個小時 但是千二十沒有那麼多 它只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我的引進雖然比不上美國的好 我比你便宜 我就換一次或換兩次就跟你一樣 因為這個涡扇的這個引進的技術 不是一下子就能夠超越的 這個它有它的 所以為什麼美國的F-22是單引進一個 它要雙引進 就跟現在中國大陸的晶片一樣 我沒辦法用高級晶片 我拿兩個普通晶片疊裝也可以發展 就是它一定要彌補自己的短板 所以我們現在很多人把這個千二十 吹得天上有地上無垢 我覺得也沒有必要 因為它還有向上進步的空間 但是至少我們看了真是 尖求有 人家有 而且有的很快 有的還很好 那將軍你怎麼看呢 有網友就開始說嘛 看著熱血沸騰這影片 開火控啊 應該要開火控啊 才會有這鎮責力啊 軍事專家這個白氧觀察室也說 開了別人就知道你在哪裡了 將軍 因為你開火控 我被你火控器中鎖定了 我就知道後面有東西來了 對不對 那人家也有它的火控系統 因為你火控開了電波來得很快 飛彈還是要有一段時間 因為你隱形飛機跟人家距離 拉得這麼遠 所以人家會採取反應措施了 所以這個東西開不開 是要看當時的鄰機狀況 兩個飛機的距離是多少 還有任務的性質是什麼 我是要挑釁開火 還是要偷偷摸摸幹你一棍子 這個性質都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討論沒有什麼意義了 有的時候我一開火控 讓你知道你被鎖定了 你就早點離開 也是一種方式 像我們飛機跟人家扮飛的時候 為什麼要打開廣播系統 你已經越過中線了 違反什麼什麼 那邊說什麼中線 那就互相 告訴你我知道你在哪了 互相嗆聲 其實現在的空戰已經 這些空機現在戰機 已經不太講這些所謂的 什麼鎖定 纏鬥都沒有 他們就是很遠很遠 帶了一個飛彈打出去 空軍有一句話 關心軍事的一定要記住 沒有空管 沒有空戰 對 就是說飛上去 不是他自己站著亂飛 你知道嗎 他飛機轉這麼一下子 哇 哪裡什麼目標 通通要重新來一遍 對 只有暗戰 對整個戰場看得一清二楚 他要你今天要去打 他只給你一個東西 攻擊這個目標 然後他可能還不知道 這個目標站 還上去看一下 顯示了在這裡 按個飛彈去 因為現在飛彈都是主動的 朝著這打 他自己會抓 已經不需要 第一 不需要鎖定 射風機已經不到了 有的是前面要鎖個方向 他最後才自己倒影 紅外線 他有很多干擾設備 你知道吧 他火控雷達一定是還有 開不開是另外一回事 你講的那個叫做中端導航 中端導航是 快要到目標的時候 他打開紅外線 或者是電視鎖定目標的形象 他來追擊 但是一開始他不可能打開 的確 他看情形用的 所以我們來看到 所以班牙觀察室就說了 打開火控雷達意味 可隨時對目標發起軍事打擊 但是你一開 就會發出電磁信號 就剛剛孫將軍說的 你就會被對方戰機的 預警系統折測到之後 就會提醒對方戰機 那你要躲還是你要反擊 就暴露了你在哪裡了 就失去了這個逆中的功效了 接下來我們帶大家來看 這一次的中俄艦隊 自由航行 接近阿拉斯加 我們先來看一下 美國這一次 大家也說 去年還沒這麼大陣仗 這一次一口氣 派了四艘軍艦出來跟肩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路線 首先這一次是從海森崖這邊出發 做中俄艦隊 然後通過了中古海峽之後 持續的往北前進 到了白令海峽 然後接近阿拉斯加 這是中俄艦隊巡航的路線 很多人就在說 逼近美國 但事實上這也不是第一次 導播再給我下一張電視牆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去年就已經有類似的路線了 也是一樣到阿拉斯加 但是去年的時候 我們先來看 去年發生什麼事呢 去年當時候 今年是11艘 去年是7艘 到了阿劉申群島 北方90英里的海域 當時候美國 就派了一艘海岸警衛隊出來 然後就廣播宣示 這是去年的部分 今年不一樣了 動作很大 派出了4艘導彈驅逐艦 來算是跟肩 包含了麥肯浩 班福特號 芬恩號 中雲號 其實很多軍艦都是 曾經來過台灣海峽 走過一回的 這一次還有P8 番茄巡邏機 那麼美國的聯邦參議員就說 蘇利文 美軍的反應很好 肯定比上次進步了 因為上次只有海岸警衛隊 再來呢 美國的海軍推移的上校 薩德勒他分析 考慮到正在進行俄乌戰爭 還有台海的緊張局勢 但是他認為中國跟俄羅斯來接近 靠近阿拉斯加 到這個白嶺海峽附近 是具有高度挑釁意味 真的是如此嗎 舰長 這個我覺得它有幾個特殊的意義 第一個 在冷戰結束之後到今天 從來沒有中俄的一個 這麼大的艦隊 往美國的本土接近這個樣子 上一次你說去年沒有這麼多 而且像現在還在戰爭的期間 這是第一個 它充分的像在全世界 不是美國而已 全世界秀肌肉 中俄是同盟的 這個信號是很強的 北約一看就是 你可不可能逼得中國來逼俄羅斯 在俄乌戰爭裡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美國從來沒有在本土 因為有誰接近我 派這麼大一個兵力反應過來 這是它感覺到它有一些 這個危機意識 第三個 美國基於防衛這次做的動作 可能在未來 真的可能會要它要去想一些 別的方法 我覺得這次 它除了這次 可能未來會有更多的 更接近的 還有一個你要去考慮 它有一天 它可能會直接往北極海走 對 它中俄艦隊通過北極海 直接到達歐洲 而且還在俄乌戰爭期間 你想想看 它會傳達一個什麼訊號 那有沒有可能呢 現在是北極的夏天 對 現在七到九月北極叫做極昼 就是沒有天黑的 它也比較 可能可以過去 照目前來講 我查一下資料之後 它真的可以是過去的 那這樣子過去之後 如果這樣子過去 又傳達一個什麼訊號 現在真的是一個 不是一個我讓你去猜 我很清楚地告訴你 我就是要再來威脅你 我清楚地告訴全世界 中俄是結盟的 而且以前 帶個隊 我們兩個在一起走就算了 這一次我看了一些資料 他們有一些相互的操演 就以前就排隊走 我開車你開車 我們兩個一起走 對不起 這一次一起有操演 新聞有來去 就代表說它的 相互之間的聯合作戰 已經進了一個城市 也是相互增加了 這些都是以前不曾見到的 中俄長久以來都是一個 不太相處好的兩個鄰居 這一次透過美國的 直接戰略讓他們緊緊的結封在一起 我覺得北約 美國都應該會有所警覺 你再看他這樣子這樣走 你就會知道 俄羅斯根本沒有打到民窮財進 他真的是一個 還很輕輕鬆鬆在這裡 應付這些東西的 所以北約應該會去想 我們是不是要繼續這樣打下去 我們會打得贏嗎 所以簡單來說 這場軍演就是 中國 俄羅斯跟美國 都在釋放訊號 蔡委員你怎麼看呢 目前中國軍事專家宋宗平 他也認為就是在秀肌肉 每個人都在秀肌肉 同時美國為什麼 去年派出海岸警衛隊 今年派出了導彈驅逐艦 然後還有P-8反潛巡邏機 主要就是一個原因 蒐集情報 靠你那麼近 我當然不是只是來給你看看而已 順便收集情報 那麼北京的外國瑜大學 國際問題專家卓華 他認為呢 從活動開始 其實中俄就已經宣布了 而且呢也是自由航行 那美日現在呢 等於是在炒作 還有設這個輿論陷阱來帶節奏 渲染中俄威脅論 根本就是在扣帽子 那幾艘 美國派出來的艦艇 大家應該很熟悉 經常到台灣海峽 頒伏特號 自由航行 中雲上次被切頭的 中雲上次就是 解放軍有派出來 從前頭切過去 把他嚇了一身冷汗的 那個軍艦 現在表示說 他們對台灣海峽已經沒空管 必須要去管他們的阿溜森群島 因為過了阿溜森群島 就進入加拿大了嘛 對 所以 這個 中俄之間的海軍的合作 是一個國際政治上的必然 你美國不是整天揪著日本嗎 在那個日本海晃一晃嗎 那中俄跑到這個阿拉斯加去晃 又有什麼不對 北太平洋去晃有什麼不對 你到西太平洋來 我到北太平洋來 你到我家來逛逛 我到你家去逛逛 不過中俄還要再加把鏡 太客氣了 應該到溫哥華 跟舊金山去郊遊才對 他們距離稍遠了一點 地中海 再去地中海 地中海大概中國 懶得去管那麼遠 要繞過北極才行 其他太遠了 那這個的確是大家都在 在較盡實力 也就是說 以前你難得聽到說 中俄的軍艦海軍 經常在阿溜申群島 護軍晃 因為阿溜申群島 是屬於阿拉斯加的嘛 那這個晃的用意很簡單 當然目標當然不是阿拉斯加嘛 它要讓這個 中俄的海軍的協調性 能夠跨越阿拉斯加到北美洲 那當然就是加拿大跟美國嘛 它不是為了墨西哥而去的 這個大家不用懷疑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訓練 因為那個地方又冷氣又不好 而且你美國的軍艦 經常從阿拉斯加下到日本 然後到台灣海峽來 甚至到南洋去 這個中俄也是要磨練磨練 那這個對於解放軍的軍艦 現在能夠跟這個俄羅斯的軍艦 在通訊聯絡言語上面 能夠這麼密切 那是進展很多 進展很多 因為你那個美軍 跟澳洲在演習沒什麼 因為它語言相同 模式相同行為相同 跟日軍 那日軍長期在美軍化 對這個英文也 大概不是什麼太大問題 那中俄之間 總不能用中文也不能用俄羅斯 但是如何溝通 這個要培養很長的一個默契 那這個美軍講說能在國際水域 這不是國際水域啦 他講的這樣不對啊 叫公海 不是國際水域 他就是公海 那在公海上面 誰都可以走來走去啊 那你派那麼多軍艦來幹嘛 我在公海自由航行 你蒐集資料也好 你監督也好 你在秀肌肉也好 或者你表現給你 你國內的一些政客看也好 那反正以後就常常來打卡吧 那這個 擔心的是說 如果哪一天看到中俄聯合艦隊 在台灣海峽巡航 那就再表示政治規格 又更上一層樓了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層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藥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借口